主席主委,各位同仁早,请朱主委 有请朱主委 政委员早 主委,上个会期,本席曾经期许你出生于人文社会科学背景 要特别来注重人文科研的相关底蕴的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你的背景,而是对台湾这个国家要提升转型、升级、创新能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请教主委,我们今年预算里面102年度我们拨入科发基金341亿 相较这个96年度是成长了55.6亿 但是五个学术处里面自然工程生一成长都超过15% 我请教主委,人文科教处呢,有没有成长?五年来成长多少?五年来 几乎没有成长了,我想同仁不用再上来补充了,几乎没有成长 所以我请教主委,你怎么样回应我们教委会对你的这个期待 人文科教 我刚刚来说 这些基础的科研 人文处它本来就有个特性,它每一个计划的经费比较少 这个你上个会期已经回答过了,我期许就是说 我们整个要看到政府的决心,但是我刚刚跟主委已经讲了 五年来自然工程生一成长了15% 人文科教几乎没有成长 只有成长今天一点点,所以我们整个科技发展过度强调技术发展 但是你怎么样去蕴含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能量 这一点是朱敬毅应该去想的 否则你也只是一个技术官僚 你要做一个政务官,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愿景 我跟委员20秒报告 人文和科教这边有一部分经费减少,民营减少是因为数位典长到期 数位典长国家人计划到期之后它就会少好几亿 是五年来都没有成长 马政府执政以来都没有成长 这是大的趋势哦 上个会期我已经提醒你 我本来期待在这本预算书可以看到,但是没有看到 主委请你回去检讨 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 主委,我们国科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你的报告里面今天都提到了,国科会主要任务 就是奖励补助学术研究 奖励补助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要推动全国整体科技发展 是 整体科技发展 那你手上的政策工具最重要是什么 呃,我们有两大块啦,一块是三个园区 另外一块 你的政策工具,你做一个政务官,一个主委,你的政策工具 你怎么样有办法促进全国科技发展 而不是这些各个个别的工作计划的项目 来担任了这个国科会主委 所以媒体称啊 这个你成立了一个太上皇科技汇报 结果自己变成小三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 怎么解决? 呃,第一个科技汇报不是我成立的,行政院成立的 今年的科技汇报第一次开会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 行政院院长就做了一个裁定 所以以后科技预算,也就是您讲的那一千亿的科技预算的初审 将来在科技部成立之后 还是由科技部去初审 那他初审完的结果提到科技汇报 也就是院长组织的科技汇报去确认 所以你最终决定权还是科技汇报? 最终决定权是科技汇报 所以你太上皇还是存在? 不是不是 那个会议啊 为什么你被称为小三你知道吗? 你院长主持,但是你还有个科技政委 可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院长很忙,事实上就是科技政委在决定嘛 所以你就变成了小三嘛 那你把自己把这个你的决策权 你的领导权要来推动全国科技发展权力 给了科技汇报 你会不会做减制服制食二果? 我跟委员报告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国科会审一千亿的预算也是初审 因为预算的决定权就是院长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把它提到行政院 那只不过是将来的科技汇报的那个院 那个科技预算的主席叫做院长 所以反而是很好 所以你主委你的mission如果是推动全国科技发展你要有政策工具 但是你在这边并没有积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只考虑从你的角度,从立法院的角度 国科会今天对我们负责 但是最终决定权在科技汇报 那请我们立委监督谁 你是不是把这个权力也从立法院架空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全责 不相符的设计的制度 我今天不是为你争取权力啊 但是我们期待看到说既然你组织目标是这样 你就要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啊 可是朱敬一并没有积极的去争取 都有人帮你讲话啦 翁起会说你应该去当这个至少也是一个副召集人 跟科技政委可以横向来合作 来一起来分享这个决策权啊 那否则你只是19个委员去掉这个主席跟副召集人 你只是19个委员之一 你只有19分之一的发言权耶 你如何达成你刚刚我们刚刚说的 要推动全国科技发展 翁院长在那一次科技汇报开完之后也打电话给我 他说有了这个初审他就释怀了 所以预算初审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朱敬一还是没有决心啊 再来啊我们科技政委长期我们都知道他底下的幕僚人员啊 现在几位 你也担任过 五十几个吧 五十几个过去是七八十个啦 那这些人员很多过去从制测会公园院调过来 那你本身又长有这个分配权 而他们是被补助的对象会不会求援兼裁判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科技汇报的 这个是留下来的问题啦 所以显然啦 主委 这个问题整个我们的科研预算的分配权权责制度 是有相当的问题啊 所以国科会在这边要升格成科技部 我真的很忧虑我们国家的升格都是虚的啦 五都升格也是假的 才华法没有到位 文化部升格以后预算一样没有增加 都是空壳子的升格 那如果科技部升格以后还是没有办法能够长有推动全国科技发展 那我们很难期待我们也无从监督这是第2个问题 接下来我要再请教第3个问题 跟一样主持定位 这个我刚刚已经得到你的态度了 你没有积极去争取啊 第3个问题啊 这个我们原能会要并入科技部啊 那么请问这个主委啊 原能会并入科技部啊 你赞不赞成 原能会在礼拜四明天的业务报告里面说 认为并入科技部没有办法有效管制和安 那主委你赞不赞成 在一个月前行政院副院长召开的会已经有一点转变 他希望把原能会作为一个三级独立机关 所以你个人不赞成 他就不在科技部底下了 不在科技部底下 他是行政院的三级独立机关 所以到全全球的这个和安管制状况 因为大概是现在二级机关全球是十 三级机关是八 所以等到这个情况 IAEA的情况比较确定之后 行政院可能会再去考虑 定案了吗 那个三级独立机关是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召开的会已经跟院长呈报过了 我想这个非常令人忧虑 原能会并入科技部哦 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规划 主委 这不是原能会并入哦 你就会变成你是要 未来科技部长或是说我们这个国科会主委兼原能会主委 因为这是一个要对全国人民负责的和安管制的单位哦 我跟委员报告这个确实改变了 好这个第三个问题啊 再来第四个问题我请教主委啊 这个我们很多委员关心啊 国科会掌管科学园区的发展啊 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园区到现在 这个利用率很低 闲置率很高啊 这里面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科学园区扭曲变相的一个问题啊 这问题就是选前用科学园区来买票 选后用人民的纳税钱投入确实来进行土地开发 才是科学园区的真正的目的 很多科学园区都沦为幌子啊 我现在请教主委 高等研究园区会不会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高等研究园区不是在选前核定是选后 是刘兆玄做院长 刘兆玄先生做院长的时候核定的 选后核定是08年核定 那我请教主委啊 是 这个高等研究园区啊 土地征收的钱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 土地征收的钱 2013年还要不足45亿啊 所以呢你未来呢 你的每一年度的拨还能不能拨还啊 我们都非常严重的质疑啊 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 选前买票赶快把钱发出去 赶快把土地征收进行了 什么规划都没有 主委你知道吗 请你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 有没有做公开选址的工作 那个都是 我上任之前的决定 你上任现在还是要概括承受啊 你的了解呢 有没有做公开选址的工作 没有做 没有做 第一个 没有做公开选址的工作 过去的科学园区都是先有产业规划 再来进行园区的选址 但是呢 这个园区啊 为了选举啊 没有产业规划 就来这个直接进行土地征收啊 这第一个严重的瑕疵啊 第二 有没有进行 产业厂商进驻的意愿调查 有没有进行意愿调查 有没有厂商意愿的 有 我们有就我们的 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 我们都有做一些 好哪些研究机构 我告诉各位啦 因为没有厂商要进去 也不确定哪些厂商民间产要进去 结果呢 是自家厂商 国家的自家厂商啦 政府机关啦 你的政府机关啦 一堆政府机关 都把它搬进去 这个叫做厂商 愿意进去的意愿啦 这个一声令下就把它搬进去了 所以完全没有做民间产业要入住的意愿调查 第二个严重的瑕疵啊 第三个哦主委 我们国家科学园区最重要的目标我们的致长率都要求的很高是为什么 因为作业基金要回补 要回补这不只是财务的问题 因为我们既然要做科学园区就是希望它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能够创造高的附加价值 能够有就业机会能够对同时对科技发展产业发展人才的发展我们有这个好的一个达成的效益 所以他自然他的致长率就会高 但是这个致长率多少你知道吗 二十五点多 二十六啊二十五点多啊 其他的科学园区这个五十几啊 新竹生意园区五十三 所以显然你在目标值上就已经看衰了这个园区 你就已经不打算他有致长率正常的致长率 所以我在这边跟主委最后一个结论啊 我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选钱买票 选后用政府的钱进行土地开发 很多科学园区闲置到最后都是土地问题 这些厂商等着变更地幕啊 再来进行第二波的赚钱啊 我希望说朱精一手中不要再促成继续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科学园区的规划 好时间到谢谢政力经委员 请朱主委回去 请同仁严格的检讨这个案子 我会概括承受